镇园大仙的树 小朋友们有的时候会犯错误 孙悟空也会 而且错误犯的还真不小 不信你看 话说孙悟空 猪八戒 沙和尚 保护着师父唐僧一路往西走 这一天他们走进了万寿山 只见四周仙云缭绕 山清水秀 在这万寿山里有一座庙宇叫武装冠 中国有很多古老的庙宇 为什么有的叫庙 有的叫冠呢 原来啊 寺庙里住的是和尚 脑袋都剃得光溜溜的 而冠里边住的是道士 也叫老道 都留着长头发 在头顶上挽成嘴 这武装冠里来来往往的有很多道士 这武装冠里来来往往的有很多道士 这武装冠里 武装冠里 这棵神树那样 每年都开花结果 这棵神树啊 三千年才开一次花呢 开过花以后 要再过三千年才会结果子 结出的果子呢 还要再过三千年才能成熟 也就是说 要吃树上的果子 得等上九千年呢 这果子的样子就像你有娃娃 所以叫做人参果 相传啊 闻闻人参果的味道 就能活三百六十岁 那要是吃上一个呢 一活可就是四万七千年 这一天清早 镇元大仙呼唤他的徒弟 清风 明月 弟子在 师父有何吩咐 今日我要带你们的师兄们外出巡游 你们二人留下来看守家门 是 明天呢 会有尊贵的客人远道而来 就是路过这里的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 你们俩踩两个人参果 好好招待他们 是 弟子记住了 盯主完了 镇元大仙就带着其他徒弟 这么便宜才说明天 可恶逃去 你踏云而去 你踏云而去 我好痛 你怎么走 第二天 正如镇园大仙所料 唐僧师徒真的就来到武装馆 清风和明月按照师父的嘱咐 把客人让进馆里 带到客房安顿好 唐僧让孙悟空去放马 沙僧看管行李 猪八戒呢 去厨房给大伙做饭 他们打算吃了午饭休息一下 就接着赶路 明月 师父主妇采两个人参果招待唐僧 咱们两个现在就去摘吧 好吧 清风拿了一根金棍子 明月端着木盘子 又拿了一条手绢 二人一起去了后院 他们端着两个果子送到唐僧面前 大师 这种果子只招待最尊贵的客人 我们师父特意嘱咐送两个给您吃 这是什么果子 怎么是小娃娃的样子 快拿开 这是人参果 不是娃娃 是鲜果 是鲜果 可好吃了 不行 这是我师父的一片心 阿弥陀佛 清风凝月 看唐僧下成了这副模样 也没办法了 好好好 大师莫怕 我们拿走就是 走 果子采下来 如果不吃 过半个时辰就会烂掉 既然唐僧不敢吃 咱们两个吃 免得浪费 好呀 清风明月说的话被猪八戒给听到了 师父不敢吃 什么果子 我老猪倒想尝尝 走 走了 猴哥 快过来 什么事 鬼头鬼脑的 我说好贵 我说好贵 这罐里有一种果子 好吃极了 你去弄几个 咱们挤挤馋呗 在哪 我不知道 你私下去找找 好吧 我去找 孙悟空跳上云头 四处张望 在武装棍的后院发现了一棵不同凡响的大树 废口 树上长着许多奇怪的果子 想必就是八戒眼馋的东西 他举起金箍棒 瞄准一个果子一扒了 果子掉到地上就钻进土里头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 孙悟空很纳闷 就呼唤当地的土地爷爷 大圣有何吩咐 土地老 我问你 我刚从树上打下一个果子 怎么不见了